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资质法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中国政府也根据有关的法律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余律平等原则 依法的保障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使用和发展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这个三科的统编教材不影响 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其他的学科课程的设置 蒙古语文的课实不变 使用的教材不变 授课的语言文字不变 那么现有的双语教育体系没有改变 我想首先受损的是印度用户的权益 当然也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但是印方的有关的决定吧 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